那所讲的话吗?如果你有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为什么会生病? 真言十二章十八节是个奇妙的启示,不可思议的真理 说话浮躁的,如道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依人的良药 除非你谈健康,不然你没有可能得到健康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被输入错误的城市? 我是从自然的角度来说,我们被输入负面的城市 圣经说,不同恶人的计谋,你不该跟从世界的想法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请留意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都读过这节经文,可是我们还以为他所说的是 不要做世界里的人所做的许多事情,但有很多你所做的事他们也做 你通常像他们一样的事,也像他们一样的睡 几年前,我在教会主持一个聚会 他们认为女人,应穿着长袖衣服,长裙,留长发 要不然,他们会下地狱 他们时常提及,属世界的 他们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 圣经说,不要效法,我们并不属世界的 那位牧师邀请,我在星期天早上讲道 在那星期六晚上,我每次醒来,都为那篇信息而祈祷 神啊,我平常的讲法并不是这样的 每当我看见我该如何处理这篇道理时,我总是这样说 可是神认真的教训了我 当天早上,我从讲台上跳了下来 在教堂内的通道上,来回地跑着 并说,让我告诉你们,在我讲过道的教会之中 这是最属世界的一间教会 我这样说,就好像用试地擦碗不打了他们一记耳光一样 我说这是我所见最世界的一间教会 而他们则正在吹嘘自己如和圣洁,他们好像法利赛人一样 他们祷告说,主啊,我们比世中任何一个人都好 我们就是最好,最伟大的,我们是最了不起的人了 当然,我们知道你也知道的 我们不做这,不做那,也不做其他某些事 然而他们是我所遇到最消极的一群人 我说,你们的想法还是像世界一样 你去思想疾病,你去思想恐惧 你去思想疑惑,你去思想被击败 你去思想失败,就跟世界的人的想法一样 让你的心意被神的话语来更新吧 跟圣经的思想一致吧 跟圣经的说法一致吧 跟圣经所相信的一致吧 很多以为与世界分别很远的人,其实都是最世界的 正如我所说,整个世界都被输入负面的城市 万一你不小心,你便会犯了跟世界所犯的错一样 你要知道,没有神的世界是在灵的死亡中 他们被边境死亡而非生命的城市 如果一个人被吓坏了,他会说 那简直把我吓死了,我被吓死了 不要这样说,我从来不说我害怕 因为我并不怕 如果我被引诱去惧怕,我会对他讲话 我说,惧怕,我奉耶稣的名抗拒你 我拒绝去惧怕 如果疑惑来临的话,我会对他说话 我说,疑惑,我奉耶稣的名抗拒你 我拒绝去怀疑,如果我有怀疑或惧怕的念头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不会接受他 如果有这些念头临到我 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而你知道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我们是话语的产品 你曾否停下来思想过 圣经教导我们口舌可以带健康和医治的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说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我从不谈论生病,我不相信疾病 我谈论健康,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圣经没有说到,智慧人的舌头为人带来疾病 他说,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我谈论健康,我相信医治 我相信健康,我努不谈论病症 我努不谈论疾病,我谈论健康 我谈论医治,我努不谈论失败 我不相信失败,我相信成功 我从不谈论挫败,我不相信挫败 我相信胜利,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我永不提及魔鬼所做的事 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兴趣 我谈论神的工作和他现在所做的赞美主 我不会谈到魔鬼的能力 因为他的能力并不及神 有一晚在电视上有一位传道人 花了所有的时间去讲述魔鬼的所作所为 我告诉我自己,亲爱的主啊,我要去把电视机关掉 于是我就在他暴露自己的无知当中关掉了电视 他说得越久,我越感到不自在 他没有告诉人们一些他们没听过的 况且,他是在吹捧魔鬼 你还会以为可怜的神义官们停业了 失去了他所有的大能 和以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度日如年 常被疾病折磨,怨声载道 没有胜利,没有成功 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相信他与我同在,这就是成功 经上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哦,荣耀归于神,神若帮助我们 谁要对付我们,又有何分别呢 魔鬼在这世上做着什么,究竟与我们何干呢 神是帮助我们的 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经上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如果那更大的,在你里面 你还有必要去理会,要面对些什么吗 我曾经被有过去担心,就像其他人一样 但我不去担忧 我努不谈论气馁 我努不谈论担忧 我努不谈论挫败 有些人从抽烟的恶习中被释放 而一些人则从喝酒的恶习中被释放 但我期望基督徒能从最大的罪中被释放 一个比吸烟和喝酒更大的罪 就是担忧的罪 很多人都感到非常自豪 他们说,我不抽烟 神已把我从那个恶习释放了 可是,我但愿他们能从一生中最大的罪中得到释放 担忧的罪比仇一支烟更糟 仇烟和喝酒是不对的 我不赞成做这两件事的任何一件事 而我也没有这些坏习惯 但担忧比他们任何一样还要糟糕 担忧是可以致命的 已有不止一个医生告诉我 而我也曾在杂志刊物中读过 一般人忧虑些什么呢 纪律 他们为明天忧虑 他们为所要面对的事情忧虑 我曾被诱过去为明天和要面对的事情忧虑 但我想起圣经说到谁在我里面 我甚至不需要为此祷告 我只需要正面对着困难和那些看似不可克服的事情 时空地大笑起来 赞美神 我说,如果我不能从你上面越过 我便会绕过你 如果不能绕过 我便会从你下面走过 如果不能从你下面走过 我便会穿过你 因为在我里面的比你更大 你知道吗 就在我笑之时那状况已经跑掉并且躲起来了 那更大的在我里面 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那么究竟是谁在这世界上呢 魔鬼是这世界的神 还有什么在这世界上呢 罪恶 但那更大的在我里面 他比罪恶还要大 他已胜过罪恶 他已把罪恶铲除了 还有什么在这世界上呢 疾病在这世上 他不是从神来的 他不是从天堂来的 在那里并没有疾病 他是属于这世界的 在天堂里不会再有疾病 那更大的在我里面 他比疾病更伟大 因为他是医治者 还有什么在这世界上呢 麻烦在这世上 人们时常谈论到 在这古老的世界上的麻烦是 但在我里面的 比在世界上的麻烦更伟大 还有什么在这世界上呢 已经在这世上 似乎不可克服的是在这世上 但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可能是生活在这世界 但我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的公民权在天堂 容纳归主 而当我还在这世界时 我有一个更大的 住在我里面 他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他会帮助我克服困难 他会使我成功 哈利路亚 我不会被打败 这就是我口里所承认的话语 将近六十年了 这些就是我所说的那种话 话语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